力保集团旗下明轩开发最大开发案 坐落于新北市淡水区淡海轻轨坎顶站旁 全新地标明轩海乐地 打造7600瓶雕塑之声 集结了国际八大艺术家的创作 打造全台最大艺术中庭 开启全新海湾度假的美学 也是全台唯一收藏国宝级艺术家 李在前大师作品的社区 力保集团旗下的明轩开发最大开发案 坐落于新北市淡水区淡海轻轨坎顶站旁 全新地标明轩海乐地 打造7600瓶雕塑之声 集结国际八大艺术家创作 打造全台湾最大的艺术中庭 在昨天落成开幕 不但媲美北市艺术豪宅 开启全新海湾度假美学 也是全台湾唯一收藏国宝级艺术家 李在前大师作品的社区 社区有很多的艺术家进驻 然后还有我们有很多30项的公社 全零化的一个住宅 然后所以交通便利 然后再风雨走廊 所以以后不出门 你也可以在这里享受一个 很好的休闲活动 那我们未来也有 楼下就有一个 Family Super 就是有一个超商 那我们在这个社区里面几乎不出门 就可以得到所有的一个 十一住戏应该都在这边就享受到这样 明轩开发表示 艺术创作是城市的文化养分 强化建筑价值 明轩海乐地7600瓶雕塑之森的诞生 将艺术及生活 生活及艺术化融入建筑当中 媲美北市艺术豪宅及地标 特别邀请台湾国宝雕塑大师李在前 等八大中日艺术家作品进驻 把家变成一座美术馆 除了你希望能够有一个家之外 你希望能够让小孩或者全家全灵 能够在这个艺术当中 发现美 然后改变你的身心 就是可能会开心一点 生美能力也会提高 所以这一块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有 大家能够互动式的 刚刚宋老师有介绍 我们的艺术品不是只有你看得到而已 是你可以跟他互动对话 然后每天都可以跟他就是接触的 明轩海乐地有如耸立在淡海的 一座绿色城堡及大花的洞具 与中庭1800瓶的生态水花园 国宝及雕塑大师李在前的重量级作品 三阳开泰 以红色晴天大著 与后方的知名创作艺术家王维尼的作品 风洋写奏曲呼应出 人文豪宅的艺术底蕴 不仅是让轻轨砍顶站拥有 矚目的艺术地标 更是公共艺术结合都市生活空间 共融的全新地标 记得许多艺术淡水采访报道